那上个礼拜呢 我们有稍微花了一些时间给各位做怎么样子做主意的动作 那我们是请各位呢 用手来主意 用脑袋加手来主意 也就是说你把自己当成电脑的话 那当成一个主意器的话 我怎么样子用手动的方式写出那个机器码 把主合园翻译成机器码 那上礼拜做完这个之后 我们觉得其实应该再让各位呢 再看更多一点的城市 主合园城市 然后再做更多一点的主意 这样子的话各位比较能够熟练 那对整个东西主意的过程也会比较了如指掌 所以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又回到第三章 我们多看一点城市 然后待会再看一些比较完整的主意 那这是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的城市 那我们上次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完整的 1加到10的一个组合园城市 长相这个样子 那如果你可以想想你有没有办法用脑袋加手的方式 把这个东西变成机器码 按照上礼拜的方法 照理讲应该可以 只是我们上礼拜只有三行指令 加两个资料 这个呢可能有大概十行指令 再加三个两三个资料 OK 所以只是比较长而已 但是应该做得到 好 那但是呢 组合园各位在 在实物上你可能很少会去写一个主意器 我们所用的主意器 大部分都是人家已经写好的 那现在还写不写组合园呢 不是很多但是有 那往往呢在会写到组合园的时候 很多人就把它视为是天书 因为组合园很难写 但是那些写组合园的场合呢 在台湾其实又算是蛮重要的 不过会不会以后就不重要了呢 这一点我也不敢确定 这很有可能 如果未来台湾的电子资讯业倒了 那未来各位就写不到组合园了 那你想找这方面的工作也找不到 不过到目前为止 应该还是有不少相关的行业 比如说单晶片的 然后呢 先入室的 那些是需要用到组合园的 所以我们今天稍微把组合园更深入的看一下 好 那组合园里面如果我们要做像阵列一样的东西 那要怎么做 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翻例 这边 如果我今天想做一个字串复制的程式 那我用C语园可能会像这样写 那我这样写希望各位都看得懂 这是C语园吧 对不对 那我先告一个A 它是十个字元 OK 好 那我问你 十个字元可以存几个字 以C语园事实上是九个 对不对 因为最后一个一定要是写些0 最后一个一定要是 那个ASCII Core的0 所以事实上以C语园而言 它十个字元最多只能存九个 最后一个0 那所以你在写C语园的时候 千万不要算错 如果你很斤斤计较的话 那就是要分配到比刚刚好再多一个 如果你不太斤斤计较 你就给它个100或是之类的 往往我们都是这样做 好 那通常也不会直接写史在里面 你会用Define Define一个比较大的字 然后放在前面 然后在这里面就写那个Define的内容 那各位 我一直碰到有一些同学 他们 有一点困扰 什么困扰呢 就是 C语园 它觉得很难 那 各位碰到的这个困扰呢 确实是真的 而且 如果有人跟我说C语园很简单 那我觉得那个人一定脑袋坏 C语园从来都不简单 所以 你 去看这个 像这样的程式的时候 当然这还是简单的 那如果你C语园从来没有用过 什么叫做 结构 什么叫做函数指标 什么叫做记忆体映射输出路 那代表说你还不是很了解C语园 C语园很难的 很难的 那所以你 你如果C语园学不好 不代表你其他程式就一定学不好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各位应该上过那个四川嘛 对不对 你觉得C sharp跟C哪一个比较难 C sharp比较难 有人说C sharp比较难 那这点真的很意外 那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C sharp一开始看起来比较难 一开始感觉好像难 因为他有物件导向 他的语法比较多样 那他的感觉就是说 一开始要学的语法比较多 所以好像比较难 但是事实上呢 如果你两个都学的时候 你要用哪一个当第一门语言 其实是很难说的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宁可倾向用C sharp当第一门语言 为什么呢 因为C圆很容易有bug C圆的进阶的部分很难 进阶的部分C圆真的很难处理 那像这个指标好了 CHAR信号是什么意思 指标 它是一个指向CHAR形态的指标 那CHAR信号信号 双指标 那可不可以信号信号信号 可以嘛 对不对 那你到底要指什么东西啊 信号信号信号是用来指什么的 OK 那如果今天我想指向一个 二维阵列的CHAR 对啊我应该用信号还是信号信号呢 我应该用信号还是信号信号呢 对啊到底应该怎么用 他觉得很怪对啊 那今天如果我想指向一个函数指标的阵列 我又应该怎么宣告呢 第一个有人就说函数指标我不会用 函数指标的阵列我当然也不会 那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诗意员在这部分其实是蛮难的 而且它的语法很怪 蛮怪的 那所以诗意员只有在你真的用来写一个作业系统 或者是用来写单晶片的迁入式程式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的出来 那个诗意员的功能 好 那否则的话你所碰到的诗意员 好像觉得很简单 其实 其实那部分还没有发挥到它的精华 好 那回过头来刚刚扯远 刚刚扯到诗意员去 那这个诗程式各位看得懂吗 来看一下 我有一个B 对不对 有一个A A有十个字 B呢 就是一个字串 对不对 那我现在有一个APTR去指向A 有一个BPTR去指向B 这些看得懂吗 就是说一个 这个指标是指向A的 这个指标是指向B的 OK 那接下来呢 我就让这个 弄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 然后这个回圈基本上是画有E 画有E这样各位看得懂吗 C元写画有E基本上就是一个无穷回圈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回圈如果它中间没有Black的话 它会当掉 OK 所以如果有Black的话 它在Black的时候会跳出来 好 那画有E这样写的写法 其实在C元也蛮常见的 但是比较好的写法是你先Define一个True 再写WireTrue 这样可能好一点 那OK 那它就是在做什么 做复制 把B的内容呢 复制到A 对不对 那每复制一个字之后呢 就把指标往前进一格 对吧 指标往前进一格 然后如果最后发现B的内容呢 是是那个0 是0字元 那不是指那个数字的0 是指那个Azkiko的0 是0字元的话呢 就跳出来 也就是说碰到字串结尾就跳出来 所以这个程式呢 做到了复制字串 从B复制到A的动作 从这个B复制到A 所以这个程式执行完之后呢 这个A应该是Hello 对吧 这个程式执行完之后 A应该是Hello 那我们如果想把这样的程式写成组合语言 该怎么做呢 各位觉得 那当然你其实是照它的方式 但是我们习惯呢 资料在组合语言里面 我们习惯定义在后面 对吧 因为定义在前面程式 从前面开始执行的话 他把资料当程式执行 就不好 所以我们资料会先写在后面 所以他宣告一个A10 那我就宣告一个A RESB10 RESB就是Reserve byte 保留byte 保留几个byte呢 保留10个byte OK 所以这样一行 OK 对应到这一个 这一行 那这个b呢 byte Hello 0 这一行呢 又对应到这一行 那为什么 0.0呢 因为最后的结尾是 结尾是斜线0 OK 就是ASCII code的0 所以用这样byte定义 是 就对应到这一行 那第三行 那第三行 这里呢 就 就会对应到这两行 aptr word a 就是说 把a的记忆体位置内容 塞到这里来 塞给谁 塞给aptr OK 接下来呢 bptr等于b 就是把b的记忆体位置内容呢 塞到这里来 塞给谁 塞给bptr 就是一个整数啦 那其实你要不要用i都可以 如果你用了i的话呢 那就就可以 可以利用i当成一个所影值 然后这个aptr bptr可以不要动 如果你不用i的话 也就说 也就说你 那你每次都要去增加这个aptr bptr 那各种写法都可以 那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wire 是不是跟这个wire 对得很整齐 这边的jmpwire 就是 当他到这里的时候 到这一行的时候 他会跳回 跳回这个wire的地方去执行 所以为什么用jmpwire 那如果呢 他已经到了 到了结束条件的时候呢 他用cmp比较是不是0 然后是的话呢 就跳出来 跳到程式的结尾 然后return 所以大致上 他的逻辑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跟这个c元的逻辑 基本上是很像 但是有一点点 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像这一个程式里面 其实我们i好像没用到 所以这个i 基本上可以去掉 因为以这个程式而言 i没有用到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先把aptr载入到r2 所以组合员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要去记住说 OK我现在每一个暂存器 存的是哪个变数的值 或者是哪一个东西的指标 你要去记住这个东西 然后呢 r3呢 就放到bptr就放到r3 所以以后你看到r2呢 就会发现说 它是aptr 看到r3 就会发现它是bptr 那所以这两行在做什么呢 这是把r3 就是把bptr的内容载入到r4 就是把bptr的内容取出来的意思 那这个r2 这个stb r4 r2呢 这r2不是储存aptr 就是aptr的这个词标 那把r4存进去 就把r3读出来的那一个b的内容 再存回a里面 然后接下来它做什么呢 它说add r2 r2 r7 r7是什么 r7是1 所以呢 它把r2加1了 加1了 那不就是把aptr加1吗 r2 那add r3 r3 r7 这就是把bptr加1 那最后呢 这个比较看看r4 r4是什么 刚刚载入的那个内容 也就是bptr的内容 bptr的内容 如果是0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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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 就跳 如果是 它跟领箱等EQ的话 就跳 跳出来 就black black black的用途 其实在这边表现的就是跳药 ok 好 所以这个程式 各位 呃 现在看不懂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出题目 请你自己写组合员 自己试 ok 那自己写程式来做我们要你达到的工作 你绝对就会懂了 好 那 只要你写得出来你就懂 好 好吧 那 那 待会我们 我们稍微出点题目好了 啊 但是我 我是希望说能够出多一点 但是不过现在是练习啊 所以没关系 我们也不用 也不用照其中考的那种方式出了 我们就让大家自己都练习一遍就好了 好 所以呢 啊 现在我们请各位出一题好了 就当场就这题 啊 指标版的这一题呢 请你第一个 第一个 写一个程式 啊 啊 先做一件事就是 把你的学号 你的学号 从头到尾的数字 加总 好 学号 从头到尾的数字加总 写两个程式 第一个 用C语言写出来 好 现在这是第一个动作 然后写出来之后呢 第二个动作 请你用GCC 把它转成组合语言 看看它组合语言怎么写 好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 请你写一个CPU0的 的这个 这个 同样功能的程式 把 对 把你的 把你的那个学号 加总 然后 然后 最后呢 以C元而言 你当然要印出来 以CPU0而言 我们 我们没有给你印的函数 所以你只要最后 让它的总和存在 R1就可以了 最后CPU0的总和存在R1 反正它最后会印出来 R1的值就是你学号的加总 就可以了 好吧 那各位来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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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